Hello, 大家好,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食魯頻道 鵬明天, 不可以說明天, 因為星期日 有一場日積的重心, 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個大阪櫻花Sakura主場對FC東京 這場幫我選擇楊球主席, 選擇大阪櫻花 始終大阪櫻花, 今季你看到它 自從疫情之後, 復賽之後, 狀態非常好 雖然它贏的賽事, 都是謹勝一球 但今場它開平手盤 對著這隊的FC東京 FC東京貴初摸否認, 勢不錯, 球員各方面 但最近你看到這幫球員, 都有一些滑鐵路 主場二比三輸, 連鳥妻, 都是若果若葡團一批 狀態, 如果嚴格說兩對比, 一定是二哥的大阪櫻花Sakura 還有往績方面, 往績近六次主場對著他 四勝二王是不敗的 起碼那個往績,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實在一點 雖然這場波讓不了他波 平手盤, 但是按著他超低 不排除, 如果再下飛的話 可以讓到停半都不出奇 所以我勸大家, 因為波和馬不同 波就早買早享受 馬就等他最終排載 所以大家早少買 我覺得現在暫時來說, 平手盤 七七歲, 可以小處地兩球想玩一下這場賽事 我自己覺得, 如果論近況實力方面 加上主場之力, 櫻花如無意外 應該可以捉獲望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這場重心 我推介就是讓球主勝Sakura 讓球主勝SAKU